好了,再来一句,最后就是说,当然基本上我们如果直接输入这个正确的数值,就不会产生错误,可是如果今天好了,我这个两个都空白了,空白状态下,按确定会怎么样,按送出,层次会怎么样,会有bug,为什么呢,会产生这样的错误,这样的错误是什么呢, 因为无效的值,主要是因为,假设说今天空的,空的你就不能够去做加减乘数,因为没有数值,如果没有数值的话呢,你丢过来这个地方是无效的,就产生错误,也就是说,里面一定要让使用者一定要检资料,才会正确,所以呢,你要限制,如果限制使用者一定要检,才能够按送出,才会有效果,那当然,前面我们 有讲过,就是说呢,如果我今天按送出要判断说,按送出之后,先判断说,他到底有没有填资料,所以呢,前面有提到,有没有if,那个testbox的.test里面,有没有,如果是等于什么,空字串的话,就testbox,给他一个讯息,说你这个地方没有填不行,还记得吧,比如说我今天,if, 然后,txt,假设说我今天希望,体重力方,点,txt,假设说呢,他等于什么呢,等于这样,就是说他没有填东西,对不对,then,then,我怎么办呢,如果说我,完全没有讯息的话,就直接离开,以至最简单就是这样,exit sub,就是直接跳开这个副程式,就没有任何作用, 也就是不会有错误,那第二种就是说呢,当然,除了这个情况底下,或者,就是第二种状况就是,或者是怎么样,第二种状况是,或者是,身高也没填的话,那当然两种你可以再写一次在下面,那比较聪明的做法是,因为两个,或嘛,对不对,所以你可以直接在这里,或,或,有没有,就写在这个后面就可以了,他就是第二种条件呢, 他等于什么呢,这样子,那因为他结果都是要,这后面撒个什么,点,txt,txt,这两种结果都是要跳开,这个副程式,所以这样写的话,